PS5是接网线好还是用WiFi好 咱们测一下 先说测试环境 国航的PS5光驱版 现在用有线的方式连接到这个讯油的加速器旗舰版 然后往上走 这是联通的光猫 我现在用的是北京联通光纤 下载1000Mbps上传100Mbps 现在是有线连接 我们看一下测试速度 下载是833Mbps上传是187Mbps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如果你只玩单机游戏 只需要从港服商城下载游戏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用有线用无线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玩这种网络游戏 像使用召唤19 需要实时网络在线的 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 效果就不一样了 在有线网络情况下 这个讯油加速器连接到的是中国香港 在这种情况下 玩使用召唤19 用有线网络的情况 基本上都能达到50到60毫秒的水平 而且比较稳定 好 下面上无线 现在已经连上了迅游盒子的5G网络 它有两个 一个是2.4G的 一个是5G的 密码就在盒子的底部 千万不要连不带5G的 速度很慢 只有几十兆 好 下面我们测一下 下载是474Mbps 上传134Mbps 它这个网络我测了好几遍 不太稳 有的时候会200多300多 有的时候是400多 下面我们看一下 用5GWiFi玩使用召唤是个什么样的速度 开始是56毫秒 起步 69 一会儿到游戏里看一下 现在是游戏设置什么的都没有变化 区别只是一个是有线 一个是WiFi 都是手柄 看看左上角 70多 如果要是一直稳这个速度 我觉得还可以 我玩会儿 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 这集快打完了 基本上是70多毫秒 有时候会80多 最多是100多 基本上可以接受 可能是我这个加速器和PS5距离很近的缘故 好了 现在说一下结论 如果你只是玩单机游戏 依靠网络下载的话 那么有线无线都可以 那无线最好使用5GWiFi 我们说也得千兆网络左右的速度吧 现在基本上路由器都能达到 如果是玩这种联网对战游戏 有条件的还是最好上有线网络 这样延时速度都很稳定 有保证 如果你也是像我这种距离这么近的话 倒也无所谓 会多那么一二十毫秒 偶尔会波动到100左右 倒也可以接受 那如果远距离的就不一定了 下次我再测试一下 任天堂Switch 玩死喷乱图这种实时联网对战游戏 用迅游这个旗舰版的盒子 七八米的距离穿过一堵墙 性能会怎么样 网速会怎么样 稳定线会怎么样 好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